乒乓赛场上 球星们挥洒汗水 争夺胜利 这是理所当然的景象 然而 在赛场之外 他们也是平凡人 需要透透气 放松心情 这部 世界球王孙颖莎和年轻球星王楚清 就在WTT福岗总决赛的赛与时光 现身日本街头 引来球迷们的疯狂追捧 WTT福岗总决赛激战正酣 本战赛事是在日本进行 由于赛事级别高 中国拼鞋也是相当重视 可以说国拼基本全主力出战 目标就是争夺更多的金牌 在忙碌的比赛中 国拼队员也忙里偷闲 出去散散心 在日本的街头逛逛 看看 有网友拍到有多位国拼队员 现在日本街头 根据网友晒出的视频 由于王楚清的知名度很高 而且颜值 形象也好 所以王楚清现身日本街头的时候 隐为官 有很多球迷纷纷找到他给签名 王楚清也是耐心地和球迷打招呼 当天 王楚清穿了一双运动鞋 一身黑色的外套和黑色的裤子 上一胸前还有国旗的图案 可以看出这应该是国拼国家队对付 可能由于日本当地的气候比较低 王楚清的双手藏在袖子里 非常接地气 除了王楚清 孙颖莎也逛街了 有网友拍到孙颖莎现身日本上次购物 与孙颖莎一起同行的是教练邱怡可 可能是怕球迷看到 也或许是日本气候太低 孙颖莎当天穿得非常严实 可以说是全副武装 他戴了一个黑色的口罩 上身穿了一件羽绒服 双手插兜 非常的酷 忙碌的比赛中 能够出来逛逛 透透气 放松一下也是挺好的 王楚清接下来将会和张本志和迎来南单决赛 张本志和本届赛是坐拥主场优势 他的状态非常好 半决赛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然后大比分追成3比3 最后在决胜局把握住机会 大比分4比3淘汰了国平小江林诗栋 表现可圈可点 赢球后非常兴奋 甚至摇头跳舞 然后趴在地上 说实话甚至有点嚣张 先说王楚清 这小子人气杠杠的 颜值高 气质佳 走到哪儿都是焦点 视频里 他穿着国家队队服 黑色外套配黑色裤子 胸前鲜艳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 虽然双手藏在袖子里 估计是日本那边的天气有点冷 但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接地气 一点架子都没有 好多球迷认出他来 纷纷跑过去要签名 王楚清也特别耐心 跟大家一一打招呼 那笑容 简直能融化冰雪 看得我这个远在屏幕前的迷妹都心花怒放 这才是偶像该有的样子吗 此前在巴黎奥运会 王楚清一度状态低迷 屡遭滑铁炉 如今经过一番调整 他终于重拾斗志 杀出重围 一路过关斩江杀入决赛 面对张本志和这座钢铁直男的顽强阻碍 王楚清将承载全中国球迷的期望 力争最后的冠军宝座 张本志和乃日本球团顶尖能手 本土主场作战自有优势 上一场半决赛中 他更是在0比2的绝境中奋起直追 最终4比3立刻国拼小江临失洞 赛后兴奋一场摇头跳脚 仿佛嚣张挑衅 面对这股猛烈气势 王楚清必将师出有名 恪守国球精神 以稳健陈着应对挑战 相比之下 孙颖莎的表现却有些遗憾 作为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队头号力量 他不无意外地在福岗大赛的 女单和女双两个项目中 均早早遭到暴冷出局 对于这位曾执歌横扫乒乓球团的小魔王而言 如此低迷起伏的状态 必定让粉丝们忧心忡忡 不过 对于一名顶尖运动员而言 兴衰无常 时高时低 皆在所难免 就像乒乓球场上的回环球 有时高高飞起 有时又落地滚动 关键在于永不放弃 坚韧拼搏的决心 以及恪守不移地追求卓越的极致信念 就让我们给予孙颖莎更多理解和支持 她必将重振旗鼓 再现浴血奋战 生命暂礼般短暂 青春却如同火树花残绚烂生辉 运动员们的职业生涯 更是如白居过细 虚余可就已离去 作为一名乒乓球员 和其幸运 能将青春和热血融住于一片盘圆之上 从而绽放出生命的光彩 正所谓梅虚与血三分白 人不如雅四分吃 拼弹之上 运动员们用勇气和坚韧 演绎着人生的争争篇章 他们即便暂时跌倒 也必将从泥土中重新站起 以更加坚毅的姿态 在乒乓球仪再次绽放属于年轻人的光芒 就让我们共同期许 在这片小小赛场上 会有更多英雄主角诞生 用斗志彰显青春最动人的模样 夺冠后的王楚清整个人松散了下来 整个人开心到发光 大半夜不睡觉 和男队队友去大街上吃烤肉 此前接连失利 甚至还提前出局 现在靠冠军证明了 这就是他的主场 王楚清心里开心到发狂 巧合的是 他还在烤肉店 偶遇了很多组团庆祝的粉丝 这些粉丝并不是故意想要偶遇王楚清 而是提前为庆祝偶像夺冠预定的位置 而当粉丝在烤肉店 发现王楚清也在时 几乎开心到爆炸 王楚清每一桌挨个敬酒 感谢粉丝千里迢迢到日本支持自己 还执意送了每一桌的姑娘烤肉 并要求为粉丝结账 但被后者婉拒了 最后红着脸回去休息了 不管怎么说 王楚清肯定也知道 自己之前接连失利 粉丝没有一点动摇 还有队友也无条件力挺自己 锦上添花固然可取 但低谷时期的安慰 更让人铭记于心 这样看来 其实王楚清的实力一直都在 只是临场发挥 受到情绪和环境影响太大 没有充分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既然才24岁的他 能够常年霸榜世界第一 这背后打比赛狂刷的积分 都不是靠运气得到的 大家都是靠刷积分排名 没有谁比谁 更有捷径可走 现在王楚清 只是迟来得到了一个应有的结果 这个结果连张本志和都直呼输得心服口服 他和王楚清从小时候打比赛到现在 对彼此的招数和套路再过熟悉不过了 张本志和感叹王楚清一直在进步 哪怕都已经世界第一了 实力还是一天比一天强 这场比赛他从一开始就没有信心 最后一球更是慌了 自己也输得心服口服 王楚清再次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乒乓的实力 连一项刁钻的日媒都认可了 王楚清是无法逾越的高强 他和张本志和最近六次交手当中 实现了六战全胜 王楚清在赛场上让张本志和感受到了压迫性 迫使张本志和在最后出现了戏剧性的低级失误 也在整场比赛当中 无法快速找到突破性的点 这场比赛让男队扬眉吐气 连王楚清的好队友孙颖莎特地到场见证 一直到王楚清获胜离场之后才离场 大队一起庆功的时候 孙颖莎也出现在日本街头和队友一起吃冰淇淋 再来说说孙颖莎 这小妮子这次比赛有点可惜 单打双打都早早出局 真是让人心疼 视频里他戴着口罩 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跟个小企鹅似的 估计也是怕冷吧 跟在他身边的还有教练邱一可 俩人一起逛街 看起来挺轻松的 不过莎莎这次比赛压力肯定很大 毕竟肩负着女队一号人物的重任 希望她能尽快调整状态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咱们的小魔王一定会重新站起来的 加油 这比赛紧张归紧张 放松一下也很重要啊 你看 王楚清和孙颖莎出来逛逛街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缓缓心情 对接下来的比赛肯定有好处 想想看 决赛在即 压力山大 要是天天闷在酒店里 那得多难受啊 出来走走 感受一下日本的风土人情 说不定还能激发令感呢 说到决赛 王楚清可要加油了 他这次状态回暖 一路过关斩江杀入决赛 真是不容易 决赛对手是张本志和 这小子在办决赛的表现 真是让人又佩服又有点 怎么说呢 有点嚣张 0比2落后都能翻盘 最后还摇头晃脑 趴地上庆祝 乃兴奋进而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这说明他状态确实好 主场作战 更有底气 王楚清要想赢 必须拿出百分百的努力 打出自己的气势 我个人觉得 王楚清只要稳住心态 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还是很有机会的 毕竟 他可是咱们国拼的顶梁柱 开局时 孙颖莎可是干劲十足 第一局以11比7轻松拿下 仿佛胜利近在咫尺 然而 第二局风云突变 孙颖莎8比11输掉了 状态突然下滑 而他右臂频繁甩动的动作 看得人心头一紧 就伤是不是又复发了 第三局简直是噩梦 发球失误 球直接弹网出界 这种失误 谁能想到会出现在孙颖莎身上 虽然第四局他顽强扳回 但决胜局 陈兴桐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以11比8锁定胜利 把孙颖莎彻底挡在了八墙门外 再加上之前女双也早早被淘汰 孙颖莎这次的浮刚之行 简直可以用全军赋眉来形容 球迷们在社交媒体上纷纷炸锅 有人说莎莎也是人啊 她会受伤 会累 但我们依然爱她 确实 这次的失利对她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但她也不是轻易服输的人 另一边 陈兴桐这次的表现绝对亮眼 没什么包袱 完全放开打 尤其是反手相持 频频压制住孙颖莎 决胜局 她的每一拍都精准到位 彻底抓住了莎莎的弱点 一举拿下胜利 陈兴桐这次可真是打出了一场黑马逆袭的好戏 她的这种敢拼敢搏的劲头 正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说到这儿 你也许会觉得国拼是不是遇到瓶颈了 毕竟 孙颖莎可是国拼的中间力量啊 现在却接连失利 想想看 竞技体育嘛 胜负常有 曾经的孟之队 现在也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像伊藤美城 申玉斌这些外国选手都在迎头赶上 内外部的竞争压得大家都透不过气来 不过 这种压力未必是坏事啊 没有竞争 哪来的进步 赛后的孙颖莎显然有些失落 但她并没有失去信心 她在采访中说 这场比赛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我会好好总结 继续努力 她的态度积极乐观 相信她一定会从这次失利中吸取经验 变得更强 真正的强者 都是在低谷中爆发的 所以 球迷们也别太担心 孙颖莎不会被这一场失利打倒 接下来 我们还会看到她再次站起来 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 而陈信彤的崛起 也让我们看到了国平未来的无限可能 这次比赛 无论是失利还是胜利 都是成长的一部分 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 不是吗 跌倒 爬起来 再站 直到站上最高点 孙颖莎这次虽然输了 但别灰心 洛杉矶奥运会还远着呢 还有足够的时间调整状态 她年轻 有实力 只要坚持训练 不断提升自己 未来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这次的失利 或许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教训 让她在未来的比赛中更加成熟稳重 这次福岗总决赛 虽然有些遗憾 但更多的是惊喜和期待 国平队员们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 以及赛场外的轻松愜意 都让人印象深刻 希望他们都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取得好成绩 为国争光 也希望他们能够在紧张的比赛之余 好好放松 享受生活 在11月18日这个日子里 中国乒乓球队的男女队员们选择分批 飞往日本福岗 但奇怪的是 就在他们到达时 媒体们却并没有大量报道这件事 反而只是简单的 对国平成员们进行了拍摄 然而这样的拍摄范围 却似乎并没有限制 甚至队员们被拍到了什么 也不是正在进行特殊训练 而是正在逛超市时 也都罕见的曝光了 原本各自逛各自的超市还没什么 但是当摄影师的镜头中 恰巧跑进了另一位队员 这才让大家炸开了锅 意外入镜的人就是王楚清 而那位与他同框的人就是孙影莎 这两位相恋转文满天飞的二人同框 还正好是在买吃的 有些人简直要猜测 他们是不是一起逛超市买零食了 其实当时原本是孙影莎先进了超市 她还是初次来到福岗 于是就想着看看当地的一些特产再买一点 从超市挑来挑去中 本来就想挑一些当地人气高 特色突出的商品 也正好碰上正准备回家的王楚清 于是就此拍了张和颖留念 毕竟同样来服刚参加总决赛 孙影莎怕自己逛的时间太长 耽误王楚清比赛状态恢复 正好王楚清也刚好没有什么要钱的事情 于是为了避免给对方造成麻烦 两人才会相约一起拍张合照 所以并没有大家想得那么简单 毕竟一来相恋撰文还没有得到官方确认 不该撰得太广 以免影响他们二人的正常生活 二来王楚清作为一名全心准备着比赛的国平运动员 怎么可能在这样关键的时刻 放松到和女队友一起逛超市买零食 更何况 王楚清其实本人并不怎么爱吃零食 本次逛超市只是因为团队里的人心里正好都很馋 于是他和几位饭口合得来的朋友一起 才心智冲冲地前往超市挑选重口味零食解解馋 请 verse头 然后跟 Prevention 感染网友 cum ן却明晰 我